字幕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 羽球蜜 相信呢有在關注勝利的各位 不難發現最近有新的聯名企劃了 從以前的 奇蹟大戰 藍寶堅尼 復仇人的聯盟 蜘蛛人 到這一次的 七龍珠 真的是很厲害的聯名企劃啦 我覺得勝利在這一點是做得非常優秀啦 我覺得齁 如果出鋼彈我就買 在桌面上這些就是這隻七龍珠企劃的商品啊 有一顆的護腕 魔人服務的毛巾 這兩個小鬼的 融合的所有的棉梯 打耳的 背包 悟空的鞋子 神龍派 在開箱之前 我們要先來感謝一下 這次提供產品給我們的乾爹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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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個還滿可愛的 用迪克的形象 他的身體的構造 黃色跟綠色 上面還有印這一個VICTOR Z 我們大概看到的都是 Dragon Ball Z 它上面寫VICTOR Z 我覺得還滿特殊的 迪克是魔 上面有一個魔的刺繡 這是他的護 第二個是魔人虎的毛巾 大家都知道魔人虎 最具代表性的顏色就是 粉紅色 還有一個很經典的M 魔物的符號 這個感覺也不錯 第三個呢 是他們兩個小鬼頭 進行融合的時候 然後 他們就把這個很經典的畫面 把它弄成一個棉梯 在棉梯上面 下面還有一個Victor Z 我覺得還不錯 再來要進入重點了 就是我們 賽亞人的驕傲 賽亞人的王子 打耳背包 我記得打耳背包很酷喔 打耳背包呢 這個是獨立開包 它是自己先開的一個背包 然後去做打耳的設計 這個配色就是 打耳的戰鬥服的設定 然後我覺得最可愛的是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他們在找七龍珠龍珠雷達 他把它做成小林錢包 然後可以掛在這前面耶 超棒的 我超喜歡的 而且不只這樣子喔 背包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它打開之後呢 裡面的塗層是有印刷的喔 很酷喔 裡面還有一個打耳的頭在裡面 不知道這樣看的到頭在 還蠻細心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你看 連前面的里程 都有印刷喔 所以這個背包從裡到外 都是有做印刷的 而且它整體的 這個質感 摸起來是亮面的皮質感 這個感覺還不錯 功能性也蠻多的 後面還有一個小夾層 這邊還有一個小夾層 但是我還是最喜歡這一個 王蕾達的林錢包 真的很可愛 超準 後面還有印 很帥喔 再來是 悟空的 球鞋 首先呢 我覺得在鞋盒上面 就已經跟其他的鞋子不太一樣了 它的鞋盒的 光度很夠 橘色配藍色 這是悟空最經典的配色 後面就是一隻神龍 我覺得很帥 旁邊有七顆龍珠 Litter Z 它是用這樣抽舉式 這邊有個拉環 它是這樣拉開的 拉開喔 出來吧 這個先放旁邊 它有附個鞋帶 這個鞋帶不是一般的鞋帶 你看 上面有七顆龍珠耶 我覺得這個設計真的是很大位 非常的大位 鞋子的部分 鞋子拿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雙是正利的A922 這雙鞋子 是要去做基礎 然後下來做改造的 真的很經典裡面就是 悟空的藍色配橘色 它這邊寫 悟空的名字 後面呢 有一個很明顯的 悟空政治表情 悟 左邊這邊呢 有印一個 Victor Z 然後我覺得這雙鞋子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是 它的旁邊這邊是做漸層的齁 它不是只有一般的 一個顏色 它有做漸層過來的 所以這雙鞋子其實還蠻酷的 我為什麼說這次的 聖利這個很到位 在於這個 它連鞋墊上面 都有印Victor Z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次的設計 是非常到位的 非常好 那你覺得聖利的鞋子就這樣完了嗎 其實我覺得 魔鬼藏在細節裡 我記得最厲害的是 這一個盒子裡面還有巧思 這一面 有超級賽亞人 這一面呢 有那一些壞蛋 有沒有看到 然後最下面呢 有一個羽球場耶 超厲害的耶 我覺得這個鞋盒真的超厲害的 但是我會真的非常會想要收藏這個東西 好 到了最後壓軸的時候啦 又是我們的神龍拍 我們終於收集了很多新台幣 我會召喚的這條神龍 我覺得這個神龍拍很酷 它就是一個VICTOR Z 收集完龍珠 龍珠就打一道光上去 然後這邊寫一個牢 我覺得這個包圍做得不錯 質感也蠻好 我們先來開起來看看神龍到底長怎麼樣子呢 我們看一下神龍拍 很帥喔 帥呆了 這邊有一隻神龍喔 欸這什麼啊 喔 一個四星球耶 我還滿好奇這什麼東西 欸 裡面有東西喔 它這個是有出四星耶 我們就要叫我去收集希克木 那我就要買棋子 才不一定買到 喔 好酷喔 它裡面是握馬步耶 上面還有INVICTOR Z耶 這個設計好細心喔 然後再來是球拍 這些球拍是以HX Hyper Nano X 一個面系列的基底下去做設計的 那中管其實是很細的 整體是踩消光烤漆 滿好看的 中間這邊有一個龍 很帥喔 整體是以綠色為配色的 上面有一些龍的補藤 拍餅這邊有一顆一顆星 上面有五六七八 五顆七而已啊 對 不要那麼多啦 上面有一些龍珠的刻畫 拍餅這邊就是VICTOR 上面的紋路做的比較有特色 它就是4U的 它有附這一個 它這個是褲口袋 這個束褲袋飛出去一定很帥 一定很穿啊 飛一條神龍在後面 然後後面寫一個很大的VICTOR Z 很帥 這次這個點名氣發 它整體的質感真的非常高 看完你上了開箱之後呢 你是不是對這間產品 有更多的了解呢 我自己有做一個收藏的排行啦 我第一個最想要收藏的 其實是這雙鞋子 我覺得這雙鞋子真的太有特色了 它除了鞋子有特色以外 鞋合也做得很特色 然後連鞋痕裡面 都有做得很多功夫啦 而且這雙鞋子是勝利 第一個我知道啦 聯名裡面還有出鞋子的 我覺得這很酷 非常值得收藏 我最想要收藏的是這一個 買了就完全不想穿嘛 第二個 因為達爾背包 因為達爾背包是 它自己獨立開模 而且是一個龍珠雷打 小型錢包可不可以單賣 這個超可愛的 而且達爾的這個 戰鬥服的這個特色 真的做得很明顯 而且價錢也不高 所以這個我可以接受 第三個我想要收藏的 就是球拍啦 而且球拍真的是 因為價格真的太高 可是裡面那些質感 像那個龍珠 我覺得還不錯 反正這是第三個 就是這兩個家 或這兩個小鬼頭 通過我覺得蠻好笑的 所以就是免機費 拿來當休閒服穿 然後再來就是 毛巾阿 最後才是護完 這個真的太小一個了 而且我平常打球 沒有再用護完 以上呢 這是我的收藏還品的數據 好 看完以上這些產品 我們也了解到 他們各自有各自的設計 跟各自的意義 要在哪裡買這些東西呢 不要它這個東西 在2月5號開始上市 賣的地方在 勝利的旗艦店 還有A級點 有在販售這些東西 而且東西是限量的 所以你看到影片之後 一定要趕快去搶 那全台各地的 勝利的旗艦店 跟A級的經銷點還有喔 那在店面售價呢 是75折 定價75折 那在網路的店面 是8折買 以上呢 就是今天所有 勝利跟龍珠的 聯名產品的開箱啦 那如果有什麼說錯的地方 也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幫我們補充一下 這次提供產品給我們的乾爹呢 泰式提供名色 提供了一個產品 要送給各位 這個很可愛 它不是羽毛球 它是一個 勝利的毛毯 可以變身上的毛毯喔 然後這個用完之後啊 它也可以當純箭頭 所以我覺得這個產品還不錯 那至於要怎麼抽這個 和蔡司提供名色提供的獎品呢 在臉書 分享我們的影片 然後標註三個朋友 或 77個分享的話 因為七龍珠嘛 就可以抽出 一位勝利的毛毯 OK 好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追蹤我們的IG 還有到我們的臉書 粉刺專頁點讚 期待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